所以在感恩节 我想提醒弟兄姊妹 我们学感恩并不是只是一个命令 神怎么居然会用一个命令来要求我们 这个《帖超纳迪迦》前书五章十六七十八 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 凡事谢恩 他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以前我就碰到一个老姊妹跟我们讲 他说你不喜乐都是犯罪 你不感恩都是犯罪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他说你这是违背神的命令 常常喜乐不住祷告 凡事谢恩 你不谢恩就是犯罪 你感恩感谢为祭献给神 就是荣耀神 我们想说神为什么用这么重的话来要求我们 其实天使天君都在赞美神 他不欠那个赞美 要感恩其实很多时候也是为了恩待我们 当我们不懂得感恩的时候 我们这个人不可能喜乐的 所以我几乎每一年讲感恩的信息 我一定引用搭比弟兄的那句话 喜乐的大小跟感恩的程度成正比 不懂得感恩 你不可能会有真正的喜乐 你越懂得感恩 你越喜乐 而且你越懂得感恩 你会得到更多的恩典 不光神会愿意更多的赐福我们 连人都是这样 你的两个小孩 如果一个都不懂得感恩 天天埋怨你 天天不满意 另外一个天天感谢你 天天谢谢你 借着行动来表达他的感恩 借着顺服 孝顺来表达他的感恩 你虽然说我两个孩子都爱 你心里面还是会觉得 这个孩子安慰了我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姊妹 感恩其实是为了我们 神怜悯我们 虽然我们在信心的里面 我刚才也祷告了 见到主我们都会感恩 每一个人都会感恩 但是在时间里面 能够凭着信心向主献上感恩 神说这是荣耀我 也表示你信任我 表示你真的懂得感恩 所以我们要学 不要只有在感恩节学 感恩应该是凡事上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